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12月9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区块链的知识 前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黄奇帆 他讲了关于中国呢,要发行这个数字货币的问题 而数字货币,他所依赖的呢,就是一个区块链技术 今天呢,有一个网友发给我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还是来头不小呢 它是来自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题目呢,是借区块链的名义设骗局 乱象丛生让人忧 这我觉得我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这段时间,有一个词是特别的火 区块链 但很多人都是一说就知道 一问却不明白 就好像我一样啊 我也不知道这区块链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简单的说,这项技术呢,是基于密码学等的数据管理新方式 区块链技术因为具有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等优点 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这些我也知道 不过,焦点访谈记者发现 伴随着区块链的热潮 社会上也出现了种种的乱象 其实呢,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呢 都会被人利用 因为人们对新生事物呢 还处在一个了解的过程当中 似是而非,似懂非懂 那在这个时候呢,就会被有些人利用了 区块链技术从2008年开始出现 凭借着独有的信任建立机制 在贸易金融、公共服务、农产品溯源等领域 应用价值巨大 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提供的数据 到2019年8月 全球区块链产业累计投融资金额 达到了103.69亿美元 我国区块链产业在全球居于前列 企业总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 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吴振说 目前我们监测到区块链公司中 带有区块链这三个字 或者它经营范围内带有区块链的 大概有三万两千多家 这个数量呢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经过实际监测 我们发现真正拥有区块链技术的 或者说拥有链的企业实际上呢并没有那么多 大概也就是这个数量的10%左右 甚至不足10% 真正拥有技术的不到10% 多数企业是在借势或者造势 有的甚至玩起了各种的骗术 记者在网上搜索区块链三个字 就会看到有区块链项目火爆开启 区块链钱包开发等推荐 记者点击了一个叫做Bbank的区块链钱包项目 推荐文章宣称这是全网唯一的去中心化 全币种钱包 采用公有链数据信任体系技术 躺着赚钱 24小时自动运转创造效益 直接团队成员10人预测月收入3到10万元 如果发展到第五级 预测月收入200到700万元 这个区块链钱包不仅有文字宣传 还有视频推广 三端矩阵 蜂巢建设 蜂巢领导 蜂巢分红 这样的词呢 看着似乎很高大上 其实让我看了一点都不高大上 我一看就觉得是忽悠人的 视频上还留下了导师微信号 记者添加了这位所谓的导师 通过验证以后对方给出了这样的回复 Bbank已经跑路了 我被骗了十几万 你看 按照这位所谓导师的说法 这个区块链钱包已经跑路 现在APP已经无法登陆 他自己被骗了十几万元 这个所谓的区块链钱包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对方并没有过多的透露 反而劝记者如果对区块链感兴趣 他还可以推荐别的项目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 像这样借用几个专业名词 宣称高收益的 实际是赤裸裸的欺诈 利用区块链概念 搞资金盘 圈点钱就跑路 这样简单的骗局相对还好识破 但有些项目稍微包装一下识别起来 就有一些难度了 今年8月13日 上海浦东警方通报了一起诈骗案 这是一款自称区块链养宠的游戏 将区块链和网络养虚拟猪相结合 共享经济收益可观 养虚拟猪15天后 平台收购就有28%的收益 你说这不胡扯吗 对不对 警方提供的内部微信截图显示 实际上所有交易都是由平台人员操控 甚至赤裸裸的把参与者 称作韭菜 公司随时准备更换手续跑路 今年9月11日 长沙市官方发布消息 去部公司涉嫌网络传销 非法集资及金融诈骗 已被立案调查 根据去部的宣传 去部是区块链加运动大数据 用户只要走路跑路 就能赚得糖果作为奖励 糖果可以换购商品 甚至提取现金 这个好像我也看到过 但是我从来都不相信 我就觉得是骗人的 用户只要每天走够三四千步 每月就能至少赚200元 上不封领 推广去部还能赚到更多的钱 去部推广人员说 你只要肯努力用心做市场推广 到平台打包上市的时候 你也是去部的股东之一 将来你拥有花不完的钱 其实所有的骗术都是利用人们的贪心 就想不劳而获 如果你打消这种不劳而获的念头的话 你就不会上当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 类似区块链养虚拟猪 和去部科技这样 因为有所谓的平台支持 打着共享经济的谎词 相对来讲不容易被识破 还不容易被识破 这一干就是骗子 但实际上 区块链只是一项技术手段 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上面这些平台 只是具用区块链旗号 和区块链本身毫无关系 除了上面的这些伪应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随着区块链的热潮 危害最严重的乱象 出现在数字货币上 这些项目将区块链概念 和金融知识 货币知识混淆在一起 混水摸鱼 普通百姓根本难以分辨 欺骗性极强 国家互联网应用中心 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 眼下能够监测到的 硅零币或者空气币达到755种 传销币102种 吴振表示 硅零币的主要特点就是经历了市值的大幅下滑 原来价格比较高 现在可能一路跌到不足原来的1% 我们称之为硅零币 第二种我们称之为传销币 实际传销币和区块链没有太大关系 只是借用区块链的炒作进行诈骗 这些所谓的数字货币 到底是如何炒作和诈骗的呢 采访期间 有知情人向记者提供了部分内部材料 某数字货币推广团队进行的一场讲座 推销的是一种叫做BIB的数字货币 只要加入就有收益 这叫做静态收益 话说过来 还是利用人们想赚钱 想不劳而获的这种心理 按照推广人员的说法 这种BIB数字货币 是由国际顶尖团队开发的区块链加密货币 全球发行量有限 只要加入 不仅每天白得利息 而且通过推广 也就是拉人头 还能获得动态收益 事实上 这种拉人头发行所谓数字货币手法并不新鲜 早在2016年 江苏徐州的警方就破获了一起传销案件 传销组织人员刘某在香港注册公司 开设网站 以高额反例为诱饵 组织人员通过宣传上课介绍等方式 推广所谓的区块链数字货币 实际上 背后一无所有 每天的B值波动 都是由后台人员随意设置的虚假数字 传销模式就是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 相结合 警方调查显示 8个月时间内 这个数字货币骗局就发展了34000名会员 席卷资金15亿元 我天哪 专专业人士告诉记者 区块链出现时确实是依托数字货币 也就是比特币的出现 但比特币只是区块链初期技术 区块链核心价值是在贸易金融 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应用 区块链绝不等于数字货币 2017年9月4日 中国人民银行第七部委发布公告 明确指出所谓的虚拟货币 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 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 非法发行证券 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 2018年8月24日 银保健会等部门又联合发出风险提示 指出一些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区块链的旗号 通过发行所谓的虚拟货币 虚拟资产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金 侵害公众合法权益 此类活动并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 而是炒作区块链概念 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之实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以区块链为关键词进行统计 截止今年11月15日 全国涉及区块链的法律裁判文书 共566件 有相当一部分涉及数字货币 专业人士指出 在眼下区块链热潮中 最应该防范和加强监管的 就是所谓的虚拟数字货币 要加快推进相关密法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副主任 于嘉明说 因为区块链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 它打造价值互联网 带来了新的数字金融体系 但是不能让技术变成违法挡箭牌 不能让这样一个新的领域变成监管挖地 一旦出现监管挖地 就有可能吸引大量违法犯罪行为 迁徙到这样新的领域中来 不断会扰乱金融秩序 同时会使得这种新的技术污名化 扰乱新的技术正常发展 实际上打击违法犯罪 其实也是去推动区块链产业 进一步创新发展 融合发展重要的举措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 从目前来看 区块链已经进入了实际应用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深圳经过一年的尝试 到今年10月30日 已经开具了1000万张区块链发票 基于全流程完整追溯 信息不可篡改等特性 区块链电子发票能够有效的规避假发票 完善发票监管流程 可以解决发票流转过程中 一票多报 虚报虚底 真假难验等难题 降低经营成本和税收风险 在北京市海电区不动产交易中 采用区块链技术 证件检验时间达到秒级 程序减幅80% 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提供的一组数据 截止到2019年5月 全国已成立区块链产业员22家 其中20家为政府主导或参与推进 不过有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 这些产业员有三成空置率超过50% 而从公开信息看 各地还有一批新的产业员正在规划当中 的确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的是大力推动区块链技术 在贸易金融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和落地 有所不为的就是节目中所提到的种种乱象 借区块链之名行圈钱诈骗之时 对此呢有关部门要立规矩强监管 广大公众要擦亮眼睛防被骗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要探索建立适应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系 引导和推动区块链开发者平台运营者 加强行业自律落实安全责任 要把依法制网落实到区块链管理中 推动区块链安全有序的发展 对区块链创造一个更安全 更干净的发展空间 去尾存真才能让区块链技术 在建设网络强国 发展数字经济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他们所出的这么一篇文章 看完这篇文章呢 让我觉得非常的吃惊啊 我还以为说呢 就是除了那个Facebook脸书 除了他们说是呢 要推出来数字货币以外 没有人推出这个数字货币 而且他这个所推数字货币呢 经过在美国的国会里面进行听证会之后 被美国国会的给否定了 我所看到的是呢 尽管美国国会没有批准他们 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们的听证会呢 所讨论 是因为这个Facebook和扎克伯格 他们是提请美国国会的批准啊 还是怎么样 反正呢 尽管说是美国国会否定了他们 但是呢 他们对数字货币这件事情呢 他们并没有放弃啊 Facebook对这件事可没有放弃啊 仍然是将来也有可能推出来的 没有看中央电视台的这篇文章之前呢 我以为这世界上数字货币呢 仅限于此而已 我没有想到数字货币在中国这么的风起云涌了 已经有这么多人上当了 那我读这篇文章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希望大家听了这篇文章以后 对数字货币有所警惕 黄奇帆都说了 这个数字货币离开了主权这个后盾 在这个世界上呢 就不应该被允许 因为离开了主权的话 很难保证他的信誉 所以呢 我请大家能够提高警惕 不要被那些人利益所吸引 不要有那种走捷径不劳而获的心态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随随便便的 在这个世界上 你有多少付出 你有多少收获 不要老想着走捷径 不要老梦想着不付出就发大财 或者少付出多发财 不要这么想 你有多少付出 你才有多少收获 如果一个人在你的脑子里面 在你的心里面去掉贪婪 这两个字 一般的来说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会上到手边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来这一会儿 我去看你去看你 我给你去看你 你带我去看你 听我说到你 有没有什么感觉 你不会上到你 我一会儿